各位同学呢 我们刚才上完补充的 关于九种大禅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继续 往下来讨论就是 一论起教的部分 一论起教的部分 请各位看到法华玄义西经 83页 一论起教 他就第一个先谈一下 造论的目的 造论是为什么造论 他在《地词经》里面有提到说 菩萨入魔的热解 造不颠倒论 为令正法得久住禅 入了这样的一个禅 这样的禅是属于 此事他是热禅 而去做论 那菩萨在这样的一个禅当中呢 观众生在佛去世之后 每个人的根源不同 所以说他希望做一些论 让你能够对经典有所了解 因为佛陀当时在说 每一个经的时候呢 每一部经的时候 他有他的硬的众生 现前众生 所以我们在看 佛经的前面不是都会有 所谓的五处吗 他会有他的处所啊 听法众 有这些因缘在上面 有个五 这些众生在上头提 然后时间 那问法的是谁 佛为谁回答 可是在佛去世之后 这些众生不是当时听的这些人啊 那他的因缘不同 看到的人不变得是 当时听法的那样的根性啊 那这些菩萨就希望说 那我做一部论啊 也许方便你进入这样的一个架构 进入这样的系统 然后可以让你理解 这些彼此之间的不同 这是菩萨的意用意 好 第六行开始啊 是世教论相 就是说那这样子菩萨在造论的当中 有哪些论 是这样的特色 第二件事情是 有没有有些论呢 他是也是 像我们前面谈的 他是世教当中 择用其中几个 那他的用的论跟他的经 有没有相符 有没有相符 比方他的经是只有别人的 那他造论会不会把它衍生出来 那自责大使在谈的六到十七行 就是告诉你说 事实上他是相符的 是相符的 所以我们从第七行到十七行 我很快的为大家带你们念一下 我们先来看原文 第七行 天青用别缘两番造 世西谈造地论通华言 这是华言识 第八行 社利弗用杖 初番世西谈造皮谈 五百罗汉造皮婆沙 通三藏见有 得到一野 有圈起来 赫离拔魔 意用初番世西谈造成时论 通三藏见空 得到一野 空圈起来 加赞言意用初番世西谈 造昆仁论 通三藏见有 空 有 得到一野 把空有圈起来 他是一空一友 这样清楚了吗 这是属于三藏十 十一行 龙树用杖通别缘 四番世西谈造中论 通别缘三番 正通大圣 一番旁通三藏 这是方等十 迷人用别缘 二番造时西谈造地论 通华言 吴卓一用别缘 二番世西谈造社大圣论 龙树用通别缘 三番世西谈到大制度 冲大平波冷时 十六行 天清用缘 一番世西谈通法华 造法华经论 这应该是没有写什么论 我把名称给你 法华经论 又别称法华论 在那个后卫菩提流之翻译过来的 后卫菩提流之翻译的 总共有两卷 法华经论全名 我们有这简称法华论 由后卫菩提流之所翻译 十七行 世人传天清龙树各作涅槃论 未来此土准利可知 这一本论没有流通来 就自治大师的年代 还没流通过来 好 这部分 我这样念应该就不用消闻了嘛 OK 大家要懂 就是哦 他有 有他说的 那下面呢 十八行开始是 论色世间有漏法 就是他谈这些论呢 是不是有些论啊 都只有谈 佛说的出世间法呢 他说不是啊 某一些论 他谈的是世间法 他谈的是世间法 那我们接下来看 十九行开始 又五通神仙 种种诸论 四天善论 大范出玉论 皆用初翻四西谈 方便利益也 八十四页第二行 书 金云 文行诚信 定理三师 垂玉得坤 及世间西谈也 二 观人以德赏言于世 及为了西谈也 三 叛二乏之行故无小 及对治西谈也 四 正在清静到和天心 人亡无上 及世界第一意 西谈也 这个是世间学对 四西谈 我们来往前回头看一下 十八行 八十三页十八行 就是有些论呢 它是属于世间有漏法的 他就举例 不是所有的论呢 都是属于论 佛陀的教法的 有的是世间有漏法的 那这些就是属于像武通神仙 然后他们造论 像四天呢 四天他做善论 你想四天为什么做善论 因为第四天他本身还是居欲界 那他是属于六欲天的 六欲天的人 那六欲天你能够投身六欲天 就是靠做十善业 所以他居六欲天 所以他说十善 因为十善法能够生人天 你们之前有笔记了嘛 写好了 那大犯天做出欲论 为什么 因为大犯他居于出禅 居出禅最上天 出禅有三地 那他是有范仲天 范府天跟大犯天 那大犯天统领这一些 他是希望说众生啊 离开欲界 而后能够入他的 成为他的犯天的子民 所以他就造了出欲论 他造出欲论 他造出欲论 OK 好 那这一些他在谈的大部分理论都是用三藏教的西谈 都是用三藏教的西谈在谈 那世间学呢 我们用这是属于流传来的 叫做他们叫做什么西方世界说的 他们的西方当时是指印度那个地方流过来的一些论 那他说那我们自己这边呢 这边的书经啊 或者是诗经啊 礼乐啊 有没有一些说法也是属于四溪谈的呢 他就有提了一个 就是文行诚信定理三世 垂坤德语 文行诚信是指我们做事情的准则 那定理三世呢 然后再要问你们同学有没有文学系 国文系 中文系 都点点 你们的老师会修理你们哦 定理三世这个是孔子的一个故事啊 孔子他当时就是人家说他 三思书嘛 定理乐 系属词 驻春秋啊 记不记得这个什么事啊 说他那定理三世是讲孔子的那某一件事 就是说他希望大家依礼乐而行 不要只是在那里 因为那个你们诗书事实上是写得很美 可是当时以孔子他来说 他在一个战乱环境下 他希望什么都制度化理 然后有伦理化 不要只是在那里割有一些情绪或一些情境 所以他就是定理乐三思书 那垂坤得玉是什么意思 垂玉得鲲 对不起垂玉得鲲 垂玉是指绰绰有余 就是富玉 然后绰绰有余 这叫垂玉 就是你的富玉还有剩下 那叫绰绰有余 就是富玉还有剩 那那个鲲呢是指胸 以前我们都叫胸是不是叫鲲 那如果是后鲲加个后 后面的后或地后的后 那个后鲲 后鲲就是指子孙 先写下来 先把我讲的先写下来 后面的后知道吗 后来的后 那个后鲲 那有的后鲲会写简写 以前的黄天后土的后 那个后 那个后鲲也有用 就是后有两种写法 OK吗 那后鲲是指子孙 那单独一个鲲是指胸 那垂玉得鲲呢 现在的用法 现在的成语叫做垂玉后鲲 那意思是什么 垂玉后鲲的话 就是你要留一些东西给后代 你要留下后代的是 一些好的名声或者财富 你不能只是败坏 你要有一些德行流传久远 那垂玉得鲲 就是你希望你跟你的 你拥有的 你要跟你的家庭 要合入分享 这就是垂玉得鲲 好 这是属于世界西坛 那观人以德赏颜于世 就是强调德行 真上善的意思 真上的意思 你看有德赏颜于世 那如果叛二法子 就是有做错了 就要不论大小 都要赶紧去制止他 然后第四行 正在清静道合天心 希望你努力的这样 这是属于世界第一西坛 强调他们的志在于 清静道合人心 好 我们再往下是属于说末的部分 第六行说末的部分 说末它有圣说圣末 就是你该说还是该末 那这个说末的部分呢 我们来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 第七行六 起圣说圣末者 思义云 佛告朱比丘 奴等当行恶事 若圣说法圣末然 第十行是属于化他 如果是圣说的话 就像上面谈的 是叫使其谈 十一行是自立 如果圣末然 大部分都会说他是属于自立的部分 那圣末然者服侍种四地 并是三圣圣人所证之法 非下凡所知 故不可说 他说这是他的内证的 那说出来 就像是盲人你给他蜡烛 对他来说他没有眼睛 他有什么帮助啊 假议说之 如为盲人设足 何亦无目者 故不可说明圣末然 就是说的没有意思 就是他的见解不到那里 为他说也没有意思啊 因为他正不到那里啊 这是一般的说法 就是化他跟自立的说法 那在八十四页 八十五页 请看八十五页第四行的料检 第一个料检 好找到了吗 八十五页的第四行料检 第五行到第九行有一个问答 他问说 为热他故有圣说法 为自热故名圣末然 末然不利益他了吗 他说 哦一般都说为了利他 有圣说法 为了自立呢 有圣末然 那是不是圣末然就没有办法去利益他了呢 就不利益他了呢 那回答说啊 这个末然主要是属于自立 可是旁也可以益他 那正是说还有旁的问题 那他就要举例了 举例他说如果诺人厌文 不好言语 惟悦世人故圣末然 就有一个人呢讨厌文词 讨厌太多的繁杂的 他不喜欢 那你就是为了像这样的人 你合他的乐欲 你就可以胜末然 第七行 如律中为福他故受贡 胜则末然 他说 在戒律当中啊 有时候佛要去受贡 那是希望令众生增加 增长他的福慧嘛 为福他令他的福慧增加 可是呢 这时候佛说好是不是有点乖乖的 他就是默然 他就默然 然后众生 众生就了解他的意思了 就去准备了 另外这样子 斜比丘为了要对破马明 那时候马明散说啊 就是维持默然 然后马明就懂他的意思了 第八行 如佛结佳真念身心不动 看起来他没有在说法嘛 他身心不动 结佳真念在丁中 那为令 结果令呢 无量的人得悟道基 就他们看到佛的这样的一个比表 感受到他的一个稳定度 而后他们得悟道基 所以他也默然 所以像这样的都是属于四溪坛 而其此默然利益一切 所以说默然一样也所谓的义他 的部分 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 下星期呢 我们针对这个圣说圣末 我们再来做一个诠释的详细解释